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华家强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白云厄博矿区的新发现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机构宣布 在内蒙古包头市白云厄博矿区 发现了厄博尼矿及宅抗闪时两种新矿物 这将在新能源 航空航天等领域有重大用途 真是令人兴奋的消息 这些新矿物的发现 无疑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接下来 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好消息 历时七年建造的深中通道 今天下午三时正式通车 这条连接深圳和中山的跨海大桥 将大幅缩短两地之间的行车时间 只约半小时 这对于经常往返这两地的市民来说 无疑是个大大的便利 旅行社也看好这条新通道 预计会有更多人前往中山旅游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最后 我们来看看商界的热点话题 格力董事长董明珠 再次在股东大会上炮轰小米 质疑小米的空调技术 并强调格力的空调行业地位 这场空调一哥的争夺战 无疑将持续吸引大家的关注 董明珠的强硬态度 是否能够为格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 我们拭目以待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东方日报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等机构宣布 在内蒙古包头市白云厄博矿区 发现了两种新矿物 厄博尼矿和窄抗闪石 厄博尼矿呈现黄褐色板状 力度约为20微米至100微米 泥氧化物平均含量为58% 宅抗闪石则是淡黄色或淡蓝色长柱状 抗氧化物平均含量为6.4% 白云厄博矿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床 蕴藏大量铁、泥、炕、土籍银石等矿产资源 自1959年以来已发现20种新矿物 这些新矿物在新能源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具有重大用途 新岛日报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稀土管理条例 加强稀土资源保护和管理 促进稀土产业高质量发展 条例将于10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明确稀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破坏稀土资源 实行保护性开采 条例规定 稀土管理工作应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 规定国务院工业和信息化 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在稀土管理方面的职责 并明确县及以上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区稀土管理工作 同时 条例强调国家对稀土产业发展实行统一规划 完善稀土全产业链监管体系 香港电台历时七年建造的深中通道下午三时正式通车 这条连接深圳与中山的通道将大幅缩短行车时间 只约半小时 香港旅行社举办的首发团早上从深圳出发 下午深中通道正式通车后将经新通道回深圳 团友们表示对通车期待已久 心情兴奋 相信通车后会更频繁前往中山 旅行社负责人崔定邦表示 预计下午将有五个团通过深中通道回到深圳 顾客对中山的短线油产品反应热烈 预计暑假的出镜旅游热门产品会是这个新景点 深中通道全长24公里 是珠江口第四座跨海大桥收费为9座位或以下客车66元人民币 东方日报报道 以八停火和释放人质协议的谈判陷入僵局 哈马斯在黎巴嫩的高级代表哈姆丹表示 尽管哈马斯愿意积极处理任何确保永久停火 及以军全面撤出加萨地带的提议 但谈判没有进展 哈马斯不会接受美国施压采纳以色列提出的条件 美国已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决议草案 敦促支持拜登总统提出的加萨三阶段停火计划 但多数安理会成员认为草案应更加平衡 拜登政府修改了三阶段停火计划的部分内容 主要涉及以色列和哈马斯在首阶段停火期间的谈判内容 哈马斯希望谈判聚焦以色列 释放在求巴勒斯坦人的数量和身份 而以方则想讨论加萨非军事化和其他问题 美方希望通过修改条款措辞 弥合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分歧 并推动卡塔尔和埃及向哈马斯施压 接受新方案 东方日报报道 丹麦皇家空军司令达姆透露 50名乌克兰专家已完成在丹麦的F-16战机维护培训 大部分人已回国准备接收首批F-16 前后将有100名乌克兰专家在丹麦受训 包括机械师、武器专家和乌克兰空军基地地勤人员 首批乌克兰空军机师的训练接近尾声 但达姆呼吁各方不要对F-16抵达乌克兰有太大期望 F-16不会在短期内成为游戏规则改变者 为了让F-16在战场上发挥作用 达姆主张必须长远强化乌克兰空军实力 拥有合适弹药并可承担复杂战斗任务 对于丹麦首批19架F-16是否在夏季后交付乌克兰 达姆以行动安全为由拒绝公布详情 仅只会遵守既定日程 当F-16在乌克兰准备就绪后便会对外公开 东方日报报道 中国国家安全部指出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近年来通过卫星摇杆观测 军机抵径侦查 海洋资讯监测等手段 对中国进行各类间谍活动 太空领域成为技术窃密的重灾区 个别网民无意间为间谍卫星指了路 造成泄密隐患 国安部发现 一些国家的间谍情报机关可能通过高精度摇杆卫星 对中国进行及时监视 利用专业人士的分析数据 甚至热心网友提供的坐标信息 持续进行观测窃密 个别网民因国家安全意识淡薄 擅自拍摄并在地图应用上传敏感位置信息 或在网络平台分析卫星图像变化 造成敏感资讯外泄 此外 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招募中国境内人员在机场 港口 军事基地周边安装侦测装置 一旦完成设备安装 间谍卫星就能及时接收搜集的敏感资讯数据 严重威胁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机关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提高警惕 加强防范 在敏感区域不拍照 涉密资讯不评论 可疑设备不安装 香港电台报道 中央组织部最新的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3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9918.5万名 比上年竞增114.4万名 增长了1.2% 党的基层组织数量也有所增加 共有517.6万个 比上年竞增11.1万个 新华社的报道强调 中国共产党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 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 确保党组织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 党员队伍结构持续优化 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增强 充分发挥了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新岛日报报道 第14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中国化作品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 展出来自全国的698件入选作品 其中 广东省有49件作品入选 数量位列全国第三 港澳台及海外华人作品展将在深圳举行 本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当代中国化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 展览期间还将举行学术研讨会 五年来 中国在社会 科技 文化等多个方面的进步与发展为 美术工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展出作品题材涵盖乡村振兴 科技发展 文化传承和生态环保等范畴 展示了当代中国化创作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新岛日报报道 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 在股东大会上再次对竞争对手小米发起猛烈攻击 质疑小米的技术实力 他指出 小米声称自己成为空调市场的第一 但全是靠其他厂家生产的产品 并质问小米的技术是什么 董明珠还提到 近期网上有很多关于小米空调销量超越格力的谣言 他表示 格力不断打假 今年夏天的天气对空调行业有一定影响 但格力在去年取得了历史最好业绩 面对今年的市场压力 他强调 格力空调要做到最好 并将增长点放在冰箱和洗衣机上 董明珠此前多次公开批评小米 2019年 他曾指责小米是小偷 并表示 如果小米缺乏自己的专利技术 就一定会失败 香港电台报道 江西省近日遭遇了持续暴雨 引发了严重的山泥倾泻等灾害 导致超过101万人受灾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9亿5000万元人民币 从本月9日以来 江西的降雨量达到了1961年以来同期的第三高 省水文监测中心在昨日下午20 紧急升级发布了洪水橙色预警 截至昨日4时 全省共有17个水文站的水位 超出了警戒线 与此同时 湖南也发布了 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 部分列车因强降雨而停运 为应对此次灾情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向江西和湖南两省分别派出了专家组 重点指导工程巡查和防守工作 力求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参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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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